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圣经所小于我们的 是自然界所不能带来的启示 大卫在诗篇19篇说 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之后继续说 耶和华的律法全辈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虽然律法有其他用途 然而大卫特别指出 律法是特别启示 是神的儿女的启蒙学校 因为天地万物的壮观启示 不足以使万国万民归向他 所以神赐下律法为特别启示 要他的儿女能清楚正确地认识他 诗篇29篇论到他的普遍启示 在自然界中 他的声音极其可怕 在雷火狂风暴雨中彰显出来 震动大地摇翰山岳 催折百树 然而在最后结论说 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 因为不信者耳聋 听不出空中所反响的上帝声音 诗篇93篇描述海上的惊涛骇浪之后 就结论说 因此 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 他的族人与其他民族所敬拜的是什么 他们都不知道 只有犹太人是敬拜真神上帝 原因是犹太人得到了他的特殊启示 人心鲁钝被罪捆绑 若没有圣经的启示就不能认识上帝 所以除了犹太人 因为得着旧约圣经的启示 除了犹太人以外 全人类既不借着圣经来认识他 必然是继续沉溺虽幻和挫拟之中